每天打钱连打一年,豪华出国有全包?现在抽奖都这么玩吗? 橘子君严重怀疑,是不是春节过后大家都拿到压岁钱了,不然为啥首页抽奖的画风都成这样了? 有终生送面包的,有每天打钱连打一年的,还有每月打一千外加送零食大礼包的, 最夸张的是下面这两个博主,一个说要找人纪一年的口红, 另一个说可以连续五,十年免费帮忙带购。 简直了,春节过完了连日子也不过了吗? 这种无理由的大规模抽奖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,奖品除了钱还尊为以下几种。 如果你是追星女孩,那么博主可以帮你批合照。 手把手交PS。 要独家签名照。 最让橘子军心动的是这位小姐姐,她简直是倾囊相受啊, 从拍照到修图到打轴翻译字幕买票买瓜买砖买卡说, 还与画画写文做娃广轩公司申请礼物慈善追星技能, 终身包交包会,学会了你就是占结本姐。 对于饭圈来说,这些一般人不轻易告诉她的技能比打钱要更有用, 不信你们返回去瞅瞅,转发分分钟破万。 刚才说到技能,这年头什么最值钱? 技术呗,别人偷不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赶超的那种, 比如一门外语。 德语、西语、韩语、连粤语都上了, 我是关注了什么语言培训班吗? 送钱,送技能有了,接下来不会要送人吧? 你没看错,送人了。 这位直男博主准备把自己送给转发里随机一位直男, 别误会,只是帮忙改造而已, 比如穿衣搭配啊,运动健身啊。 服了服了服了,会玩还是你们会玩? 接下来要说的博主应该划分到奇葩这类,怎么个奇葩法呢? 你们往下看就知道了。 奉为名堂,一个每年出国过生日的博主, 他决定今年生日要请一位陌生人跟自己出国旅行, 低任选,费用全包。 目前已经有14万人转发参与了, 还有人辞训博主说能不能带家数233333? 估计是被问凡了, 博主决定不去了, 让仇中的人折线或者自己去。 不是等下, 你们有钱人发泄怒火的方式都这么, 善解人意吗? 土味挖掘机, 他送的是精神奖励, 不是都羡慕明星评论里有粉丝刷屏表白吗? 下一个就是你。 哈哈哈哈哈哈排面这一块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, 这句话请用纯正的东北枪读出来。 这位叫小宇Sinner的, 应该是个写文的大大, 他真是一点都不浪费自己的技能啊, 中奖的福利竟然是帮别人写通人文。 第三堂的脑洞也够大的, 转发里抽两个人谈恋爱, 性别不保证。 橘子军还专门去看了中奖的两个人的微博, 哈哈哈哈是两个小姐姐了, 应该不会有后续。 看了这么多, 如果非要橘子军挑一个最神奇的, 那估计就是下面这位了, 他不教别的, 专门告诉你怎么中奖。 有人说中奖这种事靠运气, 还有什么经验分享吗? 有的。 你们去看他那条置顶的微博, 评论里记录的都是他这些年的中奖记录。 我们来 über这里面对我们的评论里条件。 我们来就讲一讲一讲。 我们来讲一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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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到优酷会员卡,大到五千块现金,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经历本领吗?贵 这一轮看下来,本局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为啥我微博首页的人都比我有钱比我幸运吗?会不会是有人在说大话转噱头? 橘子军决定随便挑几个去偷偷SJ一下 先看那个说可以免费代购的不撒娇罪名吧,他在这次之前已经抽过很多奖了 那个说要每月打钱的国主,是个有五万粉的大V宠物国主 他说自己的狗都是贺一云的,十块钱一瓶那种 平时没事也会搞个小抽奖 还记得开头说要给别人送一辈子面包的博主吧,他竟然才是个高中生 不过感觉他送面包也不是孔雀来风,好像平时也会做代购 这次搞抽奖反而给自己打了播广告 行了行了,本局也不是很想往下看了 抽奖都能玩出这么多花样,估计都是平时深藏不露的好姐好弟吧 说多了都是累,去搬砖了 最后一句,如果让你发起转发抽奖,你能送出的奖品或技能是什么呢? 绑拳规矩子娱乐所有,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,侵权必究